1月15日CBA联赛 广东东莞大一队阵浙江广沙控股 在第二节尾声 场上出现了火药味 孙明辉3分 被曾凡日垫脚 孙明辉起身之后 怒冲向曾凡日 好在裁判就在身旁赶紧制止 第二节最后时刻 广沙63比42领先 广沙队进攻 孙明辉持球 曾凡日防守 孙明辉晃开了曾凡日 外线出手3分 曾凡日一个大跨步上前防守 孙明辉落地 踩到了曾凡日脚上倒地 孙明辉起身之后十分愤怒 立刻起身就要冲向曾凡日 好在裁判就在孙明辉身旁 直接就拉住了孙明辉 避免了事态扩大 裁判申请录像回放 最终判定了曾凡日委体犯规 孙明辉技术犯规 从整个过程来看 曾凡日这就是100%的垫脚 从过程来看 曾凡日已经被晃开了 孙明辉原地起跳和落地 没有任何向前跨越 而曾凡日是在孙明辉3分已经出手之后 大跨步脚伸到了孙明辉身下 孙明辉落地踩到了曾凡日脚上